液宽44 长度350 青钢料 完成 NOR 嗨 大家好 给木油做一个包子 开干 你看他们管了 都用着大油叉子 一个罐头盒 放点那个碎布 把它放油 我的习惯就是用这个 蜡烛 烫了 老好死了 学费了吗 眼前倒是机械加工 我这全是手温 每一步都饱含了你的深情嘛 揉一个馅 准备扯大锯 拉大锯 哇 不快了 嘎不动了 拔一拔锯 弄完了呗 划线 43度 5分钟 3分钟 1分钟 1分钟 有一点点小瑕疵 没注意哈 这个饺子有个叫黑皮 冰箱美观呗 冰箱美观 我给它饺子得屑起一块 让我沾上一小小块 基本上一打磨一擦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照凉了 这爆的料非常好 什么磨 听声音 清浪啊 诶 它是谁呀 勾了 到哪一步了 爆鞋了 爆鞋了 好了 饺子大 给 时候拍这 这个香芡 这香芡 我想摘啥我的 我不想知道 这是我那羊 这就是释爆的了 对 还没按半年 爱个手是非倒人 接下来做瓣 老硬啊 包子抓了 四包 包子如果耗死 射击正确 就完活了 吃包箱 接紧 这是给一个广东摩友做的 他做什么呢 做吉他 做吉他的刮什么一两个 用的图 这样一上完颜色好好看 你可以包完这个包口 包口大了就不好用了 这小包口非常小 嗯 爸还没蘸吗 没蘸 它油过去自己蘸 蘸完以后包装 还不好用 也不好打包装 我已经给专业的琴丝做包了 这是第三份了 有一个是做那个鼓琴的 鼓琴可要听我啊声音 实际这重色包子最好用的 什么东西你都得维护保养 最重要一点 你把这包底的看住 这包底的 一般老木匠不在乎这事 一干活之前 已经把包底 平一平 就可以干活了 新手的 因为那包拿过这些 欧丝包子拿着就用 那不行 用的时候把这一定要平衡一下 平包底 我也上期做了一个视频 那个讲的非常详细的 看平包底的视频 偷了偷了 下期做啥 不一定啊 那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偷了 别忘了一键三连呢 拿这个擦好啊 拿这个 这个包包 给你拿不过就要好多了 那是